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紋专家是谁 功夫如此了得 我刚才点了你的穴 你却也能自行解开 也算是有点底子 帮你的朋友解决吧 你这个老命鬼 废老鬼 帮我帮你干什么 你这个老乌龟 别说了 别说了 这小子嘴里不干净 太臭 拿块布 把他嘴多塞一会儿 你个死尖吧 你想干什么 我自己来 请坐 听说毛老兄在扬州一带打家劫舍 杀富济贫 干了不少大事 没错 我还听说 老兄是云南平溪王的亲信 吴三贵派你到京城来做什么 我跟吴三贵那个反贼 可没有任何关系啊 哼 平溪王有功于朝廷 我本来想说 你既然是平溪王的亲信 今日之事 就不如不了了之了吧 干什么 说什么呀 既然事已至此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我听说 敖拜是大兴敌勇士 被拳打疯牛 脚踢猛虎 江湖上把他的功夫传到那是神乎其神 我不服 所以就到京城来 要找他比试比试 你就是在这京城里待上十年八年 也未必能见得着 怎么能跟他比武呢 那要这么说 这个敖拜的功夫 要跟尊家你比的话 谁高谁低啊 老兄弟说笑了 依老兄看来 在下的粗浅功夫 要是和陈进南相比 却又如何啊 可我不是天敌会的人啊 这陈进南的功夫 到底有多么深奥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你既然不是平溪王的人 也不是天敌会的人 依你这身好功夫 为何不报效朝廷 我此生虽无缘加入天敌会 可我已决意反清复明 所以你不用多说 还是把我杀了吧 只是 在临死之前见不到陈进南 我是死不瞑目啊 我敬你是条汉子 今日就不杀你 不过 你要是见到陈进南 就说海公公 海大父 我很想会会他 想不到这个老乌龟也觉得陈进南厉害啊 我可是有缘见到了陈进南 可见我是大大的英雄了 臭小子 你还愣在那干什么 还不走 可以走了 那告辞了 回来 可你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你不留点什么东西 就想一走了之 不是 留什么 我们没钱 很穷的 快走啊 你去走 走啊 十八哥 你没事吧 姑姑 怎么样 要不吃点药吧 姑姑 快 我被老鬼点了血 已经浑身都动不了了 快走啊 乔毛 少赵点 多了会咬命 你太动了 我会动你 用劲 用劲 姑姑 姑姑 小贵子 快扶我进去抛了个水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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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姑 姑姑姑 姑姑 tãoija 姑姑姑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 自己走 少到点 姑姑 落落会要命的 你干什么 你这个样子我们走不了 不管了 跟这个肥老鬼堵一把 小猫 你去哪 小猫 快跑吧 给 出来 出来了 我出去 芷芳哥你不能死 你还是死了我可怎么办 芷芳哥 芷芳哥 姑姑 能多不吃 最好不吃这药 要命 姑姑 快 姑姑 痛 小贵子 扶我过去 好 慢点 姑姑 芷芳哥他过来了 他过来了 快跑快跑 你别 你别过来啊 你你你你你别过来 姑姑 姑姑 姑姑你俩 怎么了 姑姑 怎么了 姑姑 姑姑姑 姑姑 小鬼子 你刚才 放药有没有放错 是不是多了一点 没有啊 怎么这么黑不留囚的 我什么也看不见的 快 快去把蜡烛点亮 亮着的呀 难道老龟也离下了 公公 对了 小鬼子是个结法 公公公公公公哥 这这这 房间里的蜡烛 都都都点 点着的呀 你骗人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 快去把蜡烛点亮 快 看看他 到底是真假还是假假的 不 姑姑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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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你 都是点着的 你骗人 姑姑 你的眼睛是不是 你骗人 快 快点把蜡弩点亮 快 哥哥 你眼睛坏了 我帮你这个大夫 我走了 小鬼子 我在 十八个双腿被点了穴道 只能用双手爬 不知要爬多久才能爬出去 我必须要留下来拖延老乌龟 只要老乌龟神之不清了 我就一刀杀了他 干脆现在就杀了他 不行 哥 我扶你上床休息 小鬼子 你爹到外面干吗去 你爹爹 这你也听得见 我去撒尿了 这房间里不是有个夜壶吗 你干嘛还要出去 愣着干嘛 快去吧 这个老乌龟到底是真虾还是假虾 到处都定得死死的 怎么逃出去 小贵子 为什么还不撒尿 我在找夜壶 夜壶不在角落里吗 快 我要是穿上这官服 逃跑也容易点 你到底在干嘛呢 叠蜡烛 公公 在哪儿啊 看来 我的眼睛真的是瞎了 我明明知道这药不能多吃 可是咳得太厉害了 所以就多吃了一点 眼睛终于出了毛病了 早知道 早知道 就多放弃 这样只能把你解决了 哼 对了 那个毛十八 是不是逃走了 是啊 那 跟他来的那个人呢 死 死了 被我给杀死了 是啊 在那屋里 死了人 要是被追查起来 会很麻烦的 是 是啊 你去 把我的药枪拿过来 哦 哦 哦 那瓶金色的 就是化石粉 这药粉珍贵得很的 啊 只要撒上一点就行了 小贵子 给海公公送早饭了 给我吧 给我吧 小贵子 快来扶我过去 哦 小贵子 你是不是很害怕 不是 我是胆子太巧 公公你的眼睛又又又又美好 我这心里担心呢 难过呀 公公 你的眼睛好点没有啊 看不见 看不见了 熬不了了 时候不早了 待会儿吃个早饭 就给咱们去赌钱 赌钱 这么好的事儿 你一定是骗了 我才不会上上这个老乌龟的档 这是骰子 拿着吧 灯水银的 想书都难 这是两万两银票 你拿去书吧 哇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可到底是去哪儿赌跟谁赌 最有名的 还是不能问 一问就漏馅 怎么办 小贵子 小贵子 快出来 快出来啊 赶紧呢 完蛋了 他们一定会认出我不是真的小贵子 小贵子 他们来找你赌钱了 你去吧 快点啊小贵子 小贵子你快点出来啊 别磨蹭了 你怎么还不去啊 我 我这这这这就就去了 你爷爷的 有了 小贵子 干嘛呢 我 你怎么了 输了钱 被公公给打打的 服服的药 就你这样还能去躲 躲 那躲 我急着翻本的 俗话说得好 这一躲百冰箫 你小子有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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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了 快点 好 你爷爷的这是哪 走这么久了还没看到镜头 这可比咱们历春院大好几十倍 快点 来 走 快 快快 快快 怎么就动五声了呢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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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才来 不是等他 快点 今天小贵子下注五十两 五十两 五十两 这这怎么回事 输钱被海购工打的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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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贵子 你愣着干嘛 来呀 我看 看一会儿 我这手劲点啊 我听到这方块 走 这种低劣的手法 老子今天是赢定了 小贵子平时都是输钱 我也得先输后颜 免得让人怀疑 不下了 走 走 你这是斜了门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这手机怎么急了怪了 今天 你 你说 跟他说说去 小贵子 小贵子 今天我们兄弟俩呢 都输了一屁股了 就像你借了二十两 是不是 你这回事是不是不太好交代 当然了 那个 你千万别跟海公公说 这跟我们的 好兄弟讲义气 好办 我先替你们扛点 这个不肯你们一定要还我 不然我的小命也不薄不薄了 那是 手机好的时候一定还 记得 记得 那 那我们先走了 咱们明儿个再来 好 你们先走了 明儿见 走走 你们等会儿 什么事 什么事 没没事 先走了 再见 冻晕了 这是逃出去的大好机会 再见了老吴辉 这到底什么鬼地吗 我想出去 还拦着我不让我出去 正我想回来 还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这万一让别人知道 我和十八哥是一伙的 那我还不得死俏俏啊 走了半天 饿死爷爷我了 这是什么地方 先进去找他 吃他再说 看样子就好吃 我应该就不会 这万里 你 不 我 她 原来也是个偷吃的 我说你小子可真够差劲 和一个皮人打都能打出一身大汗来 真是 想打啊 我陪你玩玩 好 你陪我打 你先 真敢来啊 别说我没有警告你啊 我下手很厉害的 谁啊 你根本就不能摔跤 谁说的 你业我十八八五一样要精通 让我瞧瞧 小心了 让你乘着忠元的正通武都 五虎断门掌 大胆 大胆 我在历春院里大胆的是出了名的 你敢跟我胆 你才是大胆 这就是你的功夫 我去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 绝世武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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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扶不扶 扶你妹 我不扶 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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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了 收 收你个头儿 我今儿肚子饿了 等我吃饱了 再给你打 说话还敢那么放肆 大家旗鼓叮当 是旗鼓相当 叮当相当差不多了 都是的 给你一个 你是来偷吃的 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好不好 你还不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贵子 你呢 我 我 我叫 我叫小玄子 你是哪个公公手下的 我是跟上山见海公公的 不错 我 虽然你既不会摔跤 也不会武功 不过你手脚还算灵活 像我武功那么高的人 竟然也压不住你 什么 我呸 有种我们再打一次 来来来来 慢 今儿呢就不打了 我们明日再来 你呀 不是我的对手 再打你还是输 什么 你说我不是你的对手 谁输谁是王八蛋 不过再打呢 我们就得赌银子 你敢不敢赌啊 好大的银子 不过我没有银子 不会吧 你穿得这么漂亮 身上没有银子吗 别乱摸 我们说好了 明日午时 来这里再打 行 死约会不见不散 大丈夫一言 寄出什么马都难追 好 大丈夫一言 什么马都难追 在哪儿呢 就是这儿 奶奶个腿 总算是找回来了 你 公公 您好些了吗 竟说废话 这年赌钱是赢了还是输了 赢 当然赢了 按照公公您的意思 全都借给温家兄弟了 小鬼子 你跟你说话怎么突然不结巴了 站住 过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今天回来迷路了 在路上碰到一个大夫 我就想他问路 他听到我是个结巴 就拿小刀在我的舌头下面咯了一下 我就不结巴了 公公您说神奇不神奇啊 嗯 很好 你再接着借钱给他们 就可以办那件事了 哪件事啊 你没忘记吧 那部书 书 什么书啊 你当真什么都忘了 公公啊 我昨天杀了人 我现在心里还怕怕的 我这头疼得很 还有公公您 有游客成这样 我真是 贪心的 贪心的 人都糊涂了 杀了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 你没杀过人 那也难怪 我再说一遍 你要是再记不住的话 那就别怪我属下无情 公公您放心 您只要再说一次 我打死一百年都不会忘的 你再去赢温家兄弟的银子 他们向你借 你就借给他们 借得越多越好 然后你就要他们带你到尚书房去 尚书房 他们要是推三走四的话 你就说海公公 会去跟尚书房总管乌公公算账 温家兄弟还不出钱来 自然会趁皇上不在 皇上 怎么了 没什么 他们会问你 到尚书房干嘛 你就说盼着能见到皇上 在尚书房当差 他们肯定会敷衍你 带你去尚书房 但是皇上一定不在书房里 到时你就想方设法 偷出那部书来 太爷爷的 让我去皇帝老儿那偷书 这老乌龟还挺有眼光的 这不是我的强项吗 等等 那么我在这算什么呀 太监 你听明白了没 听明白了 那尚书房干什么 去玩吗 去偷书 偷什么书 偷 这个你没告诉我呀 都说几百遍了 是一部佛经 叫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 在尚书房偷书 手脚为干净利落 万一被逮着了 你就是有一百个脑袋 也保不住了 公公 这个我懂 偷东西被抓住了 那就全家死翘翘 不过公公 您放心 万一不小心我被抓住了 我打死都不会把您 给找出来的 你很懂事啊 居然还赢钱了 午饭吃了吗 没呢 饭菜都给你留着呢 谢谢公公 吃饱了别闲着 骰子多练练 知道了 四十二章经 和娘给我的经书一样 不对 娘给我的那本是 四十二条经 那那个章字 小小宝 以后你要是遇到任何麻烦 你就得看看这本 四十二条经 这是我编的 四十二条经 娘 这真是你编的 再管我叫娘 我就揍你 得叫姐 听见吗 花姐 花姐 这真是你编的 你在用你的肺说话 这都是说的废话 真行上桌子喝茶 明天上屋顶喝茶去 这真有用吗 既然兄弟们今天都聚到了北京 那咱们就该好好反省一下 扬州刺杀熬败 再次失败的原因 咱们接二连三地失守 惠中兄弟不断地牺牲 而且这趟南下扬州 还害死了咱们的青木堂乡主 尹兄弟 杀死尹兄弟的是敖拜那个狗贼 今天咱们大家 就记住这个耻辱 不杀敖拜 绝不罢手 若不是总舵主嘱咐分散行事 尹兄弟也不会落了单 更不会落在敖拜手里 尹兄弟 你听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信指总舵主 害死了尹兄弟吗 尹香主 你死得好惨哪 各位天地会的兄弟 尹兄弟 这次我们痛失青木堂尹香主 我陈浸南 身为天地会的总舵主 定要对尹香主的死 担全责 尹师兄 他确实提醒过我 但是我一意孤行 敖拜者死 阴狠凶残 是我太过轻敌 才让尹香主惨死 天地会的兄弟们 今日我陈浸南 辞去天地会总舵主一职 以谢此罪 总舵主 总舵主 我官父子第一个不答应 这些年 您带着天地会兄弟 南征北讨 痛在鹰犬 怎能因为扬州行刺失败 就让您独自承担着责任呢 若朕有弟兄这么想 那真是太没良心了 官父子说得对 总舵主 千万不能做到草率的决定啊 是啊 是啊 总舵主 全都太草率啊 诸位 越是在这紧邀关头 我们越要冷静 总舵主 此刻请辞 我们不就群龙无首了吗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想办法 替补隐香主的位子 然后 共谋大计 再上敖拜 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前边 清木堂乡主的位置 得由本会青年才俊担任 可不能总让我们 这帮老骨头 占着位置了 害死隐香主的 是敖拜那个狗贼 今天咱们再次立下誓言 谁杀了敖拜 谁就是清木堂乡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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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之荣 抬起头来 你说说 这本书里胡写了些什么 启禀王大人 前兵灭亡 已经二十多年了 可这本书所编用的年号 人言用前朝年号 请大人翻开第一页 那上面写着重真九年 而不是大清重得元年 第三页 上面写着重真十七年 而那年应该是大清顺至元年 这不是大逆不道啊 根本就没把我大清圣上 放在眼里吗 单凭这本书 可抓不到天地会的乱党 铁虎 但敢胡说八道 蒙蔽大人 大人 小的所言属实 此书却有谋逆造反之意 你还敢说 庄允城鞭钻 少王 这个人是不是在山西一带 替苏克萨哈经营农庄和牧场的那个富商 回禀少王 正是此人 禀大人 正是此贼啊 他曾经诬告小的贪污受贿 害得小的不能升官 失去了更多为朝廷效力的机会 他一心想反清复明 小的猜想 他早就加入了天地会 少王 若一叛乱定罪 我们可趁机将其土地充公 而后再分配到您的名下 做个咋 多年来跟我正地抢力 还在皇上面前侮辱我的名手 现在终于让我抓住小鞭子了 哼 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明书极略朕看过了 敖少堡的奏折朕也读了 朕认为 文人怀念前朝 用明朝的年号写明朝的事情 这是小事一桩 不必兴师动众 皇上明鉴 微臣也以为 既然是明书极略 用明朝的年号 倒也是无可厚非 皇上 明朝已经灭亡二十余年 现在写的书 还敢用明朝年号 那不是摆明了 有叛逆之心吗 皇上曾经颁旨 提倡尊师众教 现在若因戏故而查办读书人 岂不是自打嘴巴 让百姓怀恨在心吗 苏克大人 你如此反对查办乱当 是不是有意袒护此处编辙 庄允城呢 皇上明察 微臣虽与庄允有过往来 但是绝无偏袒之意 何止是往来 庄允城帮着苏克大人 在山西一带 圈地占田 迎私牟利 微臣的土地全凭先帝 按八旗分配所得 从未私战一分一毫 拿向敖少保 弹劾你圈地害人的折子 恐怕堆得比前秦功还要高啊 皇上 为臣 朕知道了 王少保和苏克大人 都是先帝亲定的辅政大臣 共辅朝政 才是天下百姓之府 明书吉略这书 朕会仔细思考 至于圈地一事 谁都不可造次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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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想想你才似风流 我是那天香红袖 曾想想你该是英勇 我为你几股温柔 温柔 渴望与你尽其十九 渴望共你月满西楼 渴望陪你共成名酒 渴望有你无仇无忧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被你的怀 你的好引游 想想家的大英雄 思心塌地为你哭给你走 你不是我从想想家的大英雄 既被王子也被高兽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 你不是我从小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偏偏被你的怀 你的好隐忧 死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 你不是我从小想家的大英雄 既非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今生今世长相守所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